大家好我是PD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FD的每个人平台一段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 那是AppCoin 目前为止也是受市场整个回调的影响 那稍微是在回回来一个地方 那我们跟大家来看 到底是什么地方有机会有支持支持支撑 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带大家来开始吧 首先请大家来我的推特 大家推特知道 我们刚才抽出AlphaPass盘名单 在Twitter这边请刚才这些抽到朋友 好吧就RX66 那这边有几个朋友 我们刚才上一个video里面 Duncan 我们这个上一个video 我这个大家看一下 Duncan PS Murphy 然后Fox Mimiland 我在Lulu Lulu 还有Ophio 0xfungible.eth KD 然后Jack003 然后这个Chainwell 这刚才几个朋友 麻烦大家来我们Discord开单 那来开票 然后我们来帮你们加入 就是AlphaPass盘名单的名单里面 那如果来到了我们的youtube 都知道youtube的个意见 不是才有分析 也不是才有意见 也不是才有顾问 做好之研究矿造风险 这都是重要的 市场周末回档回的比较厉害 周末一般是没亮 那你看如果Bitcoin的话 来话34,600 大概34,600左右 这边回档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跌破 这个景仙的部分有带量 所以Bitcoin这波可能跌 还有一部分要跌 那e 我先跟大家讲过 大家记不记得在2万8000多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ease有机会回到2万 2千 不是2万吗 2千8左右 我说有可能回到2千6到2千5之间 那目前为止 大概就回到2千558左右 我觉得ease只要是2千5左右的话 其实都还OK 那我觉得这整个市场 除了B圈跌之外 我觉得整个图圈相对也是会回 图圈这两天 如果看周末 昨天礼拜六 5月7号 是7900万 前天礼拜五 5月6号 11700万 礼拜五还可以 礼拜六这个价格 那个量相对就说得很厉害 我觉得整个 这整个无聊猴把地 还是把整个市的这个钱 全部都吸走 那么来看 Fleet Finance Fleet Finance 你看到这边蓝色 绿色这个地方 相对的话 这还是在低位盘整 那我们价格 Number of Decrease Number of Increase in Volume 这个紫色 这边小小的上涨 Number of Dickers Listing 有一些人慢慢慢慢慢慢的不List了 小小相涨不List 慢慢慢慢 我觉得这两条线只要往上走 大家记不记得之前这里 我只要往上走的话 那我价格最后还是会follow上 最主要是有量期 只要起量 其实什么都好说 那大家来看 然后无聊猴 有朋友讲说无聊猴22 这个是一辈子难得的机会 因为无聊猴从40回涨回到这个地方 将近回到50% 那你看 变种猴变种猴 无聊猴的话107 无聊107 这边还是蛮硬的 你看这边在100左右的话 这边有个支撑 现在是稍微涨了一下 Doodles Azuki Moonbird 都持续在回调当中 Clone X 也是回调当中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在涨 Adidas 稍微涨一下 然后Rona Rock Rona Rock 其实这也是一个游戏的 一个 Fanity 之前跟大家讲过 反而这边 你看BAKC 我觉得BAKC 狗在这地方涨 主要就是因为无聊猴 他在World Map里面 讲到将来的狗 会变成 这个Mega Mega Dog 变成超级狗 超级狗的时候 必须有超级狗 在加超级无聊猴 才可以变成 超级狗加无聊猴 才可以变成超级无聊猴 那如果要 拥有超级无聊猴的人 你必须要先把狗升级 变成超级狗 再跟无聊猴去融合 才可以变成超级无聊猴 那这个地方就是变成狗 有一个他使用性 所以狗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跌太多 你看狗从高位在10几 跌到现在位置8 狗跌的这个深度 还没有变种多 变种跌了50% 狗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跌50% 所以狗是一个 有趣的存在这个市场上 那Imaginant 1 跌到1.12 到现在这个地方 稍微回暖了一下 那Cyber Broker 这也是有趣的一个 像一个看法 就是当所有市场 都在回的时候 你看哪一些 哪些项目率先 先变率 就代表这些项目 在某一个程度上 受到市场的追捧 你看Imposter Imposter Genesis 1.85就不再下去 0.1了 你看我们看到Imaginant 1 Cyber Broker Cyber Broker跟Imposter 这期间一直跟大家 我认为是不错的项目 你看这边算是Gentle 你看Great Boy 才涨51% 哇 Great Boy 这边从0.68涨上来 Great Boy 就是NFT World 后面的项目方 甚至你看 Kajukin一直没有跌 Kajukin这边是1% 我觉得Kajukin 就直接 再来我们下一个video 可能他这就会变绿了 那你看这边 哇哇它的 持续来再回答 OK RK 0.3738 RK这个地方 我觉得差不多到底了 你看RK在0.35.3637 RK率先 已经变成绿了 这东西有趣的 0.387 我觉得RK 这个地方有机会翻 worst 我觉得市场 只有亮 RK我觉得这边 你看它这边从这个 高位这个地方 大概是 0.07回到一根角 0.31两根角 我已经做完了2根角 0.35的 三根上来 往上rk这边差不多了 我觉得rk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rk有可能已经是触底了 你看这squizverse 我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有趣的项目给大家看看 这个地方rk肯定是触底啊 ok great boys great boys 这边涨了 51% 那你看great boys 最高是涨2点几啊 他从2点几个percent一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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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昨天这边是0.4 2点几跌跌0.4什么概念 跌了80%320% 对不对 你320% 那 现在涨了50% 所以现在从这个地方应该他从大概3.5左右 涨上来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去追啊 如果大家对great boys 有兴趣的话 你不要追等他回 回了之后再进场 great boys 最早是0.06还是0.07min 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哎我们来看一下 appcoin appcoin目前为止 我觉得这个地方打底啊 你看 如果大家去看他的 这些技术指标 我觉得他是另外打底 他这个地方 虽然整个市还是持续向下 但我觉得appcoin这位在12的部分 11 12 这边应该有一个重 有一个支撑呢 他之前这个地方13.5跌破了 目前为止 你看这几根 从这个十字线开始跌 123456 今天明天啊 我觉得只有今天明天是一个决定期啊 今天明天app有机会在这边打底 我如果就时间走来算的话 有可能是今天或明天 他这边会做一些决策吧 你说他在低点会不会回到10.911 有可能呢 因为这边的一个低点在这 我觉得但是你叫我 叫跌破11以下 我觉得几率不高 日线图 如果我们来看就四个小时多 四个小时多 就伊拉马斯这个上来 说这也有一个钻石 好的红色钻石就持续回导 回来这地方 军机还是持续向下 所以目前为止相对还是弱势哦 appcoin 大家如果appcoin的话 如果大家想说我 第一位去捞底 我觉得是捞底可以 但是大家就是不要做杠杆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稍微在这地方 要有一些风险控制 你说这个地方呢 回到什么地方很难讲啊 因为整个是目前为止相对还是弱 好吧 我觉得会不会回到这边11 yes and no 不晓得 再如果你看30分钟图 哎 30分钟图这边似乎这里出现一个在持续回导的信号 我是看15分钟 其实一般的话我交易 以习惯我都是看15分钟啊 比较短时间走15分钟 15分钟图 你看这边他如果有出现一些 这些 这些不见得是一个完整进场的信号 他只不过是快线慢线交叉 以及线性流的交叉 那如果你还要确认他整个市场 我会等他往上之后 如果他这个地方任何地方 反转一定要往上再回挡 那再往上 这才是一个进场的信号 不然的话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杂讯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app point 相对还是会是比较一个保守的一个状况来 保守啊 我这个地方还是相对是保守状况啊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不好说啊不好说 你看我们最早 app point往上涨是double 双底之后12 这边上 我原本是跟他讲 我这边有可能这样子对不对 但我也跟他讲说有没有机会往下 有啊 他就看我的video 那天跟他讲说video看大师 我不好的话有机会这边上不去 我往下 往下到什么状况 我就往下去到一个地方 是他一定要往上涨 这样才办法往上走啊 你如果像这种上去下来这种地方是买点啊 或者这个地方上涨这是买点啊 这个时候才是买点 在这个地方一直下滩的地方不是买点好不好 大家记得 通常这种币下滩的时候不是买点 如果你要上涨 你要确定上涨之后这个地方才是买点 我觉得这东西都重要了 我觉得上涨这种地方大家还是要稍微有点耐心 好不好 今天稍微带大家看一下Appcoin整个投资 在weekend的部分 那整个量跟市场稍微还是比较冷清 那在这时候我们来做多更多的功课 再做做更多研究啊 看更的清楚 我们平常没看到东西啊 所有的魔鬼都出现出在这个detail细节里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 大家给你加之关 录推了加之关 按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 把投资 把那个赞点 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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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 谢谢大家 JES 拜拜